天津两个围景区,你吃我几个? 1.金门故里 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区位于南开区东北角,海河西岸,又名金门故里,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店铺的集中地。 这里拥有神态必争的彩绘梨树,梨人章,使用木板印会年画的杨磨青年画,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各类风筝的风筝味。 这三家被称称为天津的异三绝,是游客到古文化街必须去逛一逛的店铺,逛街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天津的特色美食,狗狗里包子,耳朵眼杂膏,煎苹果子,天津麻花等,绝对是满足吃货的胃口。 天后宫是古文化街的核心,祭祀着保佑出海远航平安归来的妈祖娘娘,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,自古就有先有天后宫,后有天津味的说法。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是天后娘娘的生日,届时古文化街会举行盛大的娘娘会,能看到生富多彩的民宿表演,是整个天津味最热闹的庙会。 二、庞山,庞山风静明顺区位于济州区西北,济宁北京东部,最高峰刮月峰海拔八百六十五, 处有京东第一山的美誉。相传东汉末年,吴宗明市田仇不受曹操的封赏,隐居在此山中,因此被人称为田盘山。 从曹操开始,唐太宗、辽太宗、金氏宗以及康熙、乾隆等历代帝王都曾游览过盘山,并在此大兴土墓开山见寺。 山中曾建有七十二座寺庙和十三座玲珑宝塔,一座皇家园林,禁忌山庄,并保留有三百多处摩雅石刻,早在唐代就以东武台山而著称佛界,山上多奇松、怪石、流水。 而且随高度不同,三层风景依次出现,成为了著名的五峰八石,三盘之圣奇景。 因为风景秀美,引得青草乾隆皇帝三十二次群游盘山,还发出了早知有盘山和陛下江南的感慨。 空火出,兄沟游盈然熬成灰。 手握万里山河,送真人远者。 离我千年岁月,观天下分合。 这就是天津的两个围景区啦 我是莫莫 大家记得关注我 那下一期我们再一起聊聊 北京的八个围景区 拜拜